柯P上任兩週年滿意度暴跌 反正他就回去做醫生就好了 在改革的過程當中還是有症狂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滿兩週年 根據蘋果所做的最新施政滿意度調查 滿意柯文哲施政的比率 跌到不滿3成6 不滿意度卻飆到快6成 對比上任第一年的民調 當時滿意度有6成2 不滿意度還只有3成4 35.7% 我覺得他應該還可以更高一點吧 應該要再更低一點 最新民調有5成6民眾表示 重新投票的話不願意再投給柯P 那就回去說醫生就好了 最多人不滿的是 很不滿就是他的那個大巨蛋 巨蛋的那個案子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解決方法 所以你是那次你有可能把大巨蛋開會嗎 會的 一個會的 對於柯P常常搬出 柯教授未言標馬下屬 兩年內走了14位首長的風格 本性也是看法兩極 柯P別順心 還是有民眾支持的施政成績啦 中校新那個我倒覺得是OK的 我是這個區塊的人 我覺得那個警官就變得超好 超美的 如果沒有連任我覺得很可惜啦 不會像一般其他的政治人物會有點 就是打口水仗 只會講講的 國民黨議員王洪威分析 柯P想要提升民調就看接下來的世大運 還要反省領導風格 民進黨市議員許淑華認為 柯P取消崇洋建老金 剝奪小老百姓的小確信 如果沒有斷出市民 有感政策也會影響連任喔 就是提出太多政旗 但沒有真的有感 大家都很不滿意啦 還是堅持信念喔 繼續請進 這是我對民調的看法 生活中心 台北報導